每年东北季后风来临 我们都能感到雨水一波接着一波的倾斜而下 看着倾盆大雨冲刷道路 有没有想过新加坡这个国土面积如此有限的小国 真的还能做到淋淹水吗 气候科学告诉我们答案并不乐观 根据新加坡环境局数据 过去40年强降雨事件已经增加了约25% 而2021年的洪峰日 新加坡一天的降雨量高达247.2毫米 几乎相当于半个月的降水量 更重要的是未来30年极端降雨的频率 预计至少翻倍情形会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这些挑战 新加坡努力的结果值得我们深究 也让我们不得不聚焦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做到最大程度的治水 同时还维持正常生活运行 第一章为何淋淹水如此困难 当我们谈论洪水 总会先想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 勾取修宽地下管道疏通就可以了吗 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新加坡想实现淋淹水 所面对的是许多天然的限制 国家30%的地区海拔低于5米 城市95%的区域是硬化地面 这意味着雨水几乎无法渗透 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暴雨变得集中的同时 也更加突然 新加坡的吸水能力正在逼近极限 治水不只是在城市中 铺设排水系统这么简单 更多的是在与自然地形的限制 和极端气候的冲击作斗争 副总裁雪阳奇在采访中就提到 做到淋淹水很难 这不仅是技术性的问题 更涉及一个城市天生的条件和物理法则 但靠修沟渠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这正是新加坡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二章新加坡治水的成效 全球标杆还是成本惊人 面对这样的天然烈士 新加坡却在过去几十年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1970年代到现在 一眼水区面积从3200公顷 减少到23.6公顷 缩减了99.2% 今天新加坡的大型排水系统总长度 已经从200公里增加到8200公里 这背后怕比经累计投资超过50亿新币 这些巨大的成就并不是靠运气取得的奇迹 而是系统性的长期战略治理 这样的治水奇迹背后 依靠的是新加坡模式的三大核心 系统化监测智慧预警和工程创新 首先是全面覆盖的监测网络 包括超过300个水位感应器 和1000多个CCTV摄像头 让控制中心可以24小时掌握水患信息 接着是智慧预警系统 包括MineVap和Telegram水患频道 还有即将推出的车载欧布警报系统 可以在暴雨来临时立刻提醒司机避开积水道路 最后是工程上的突破 比如造价高达65亿新币的深隧道排水系统 这是一项国家级系统工程 确保恶劣天气时与水能迅速排走 新加坡的治水可以说是全球治理洪涝问题的标杆 然而这种模式的成本是惊人的不仅是金钱投入 还有土地资源的占用 第三章未来挑战 水患治理将越来越艰难 虽然新加坡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排水系统 但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这些措施可能还远不够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土地资源已经越来越稀缺 为了继续扩展储水池和水泵站的规模 新加坡必须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挖掘潜力 像Side LE水泵站这样的设施 地下储水池容量已经达到了9300立方米 相当于4个奥运泳池之多 而类似的低洼难点全国还有几十处 这都意味着新加坡必须进行更加精细的土地管理 同时随着极端天气的频率上升 挑战也在进一步加剧 气象局预测到2030年前 新加坡的暴雨天数可能还要再增加10%到20% 这个趋势提醒我们 未来的暴雨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甚至以更高频率出现 这种自然不可逆的现象 意味着治水投入将不断增加 Pub的2024到20285年预算中 就已经规划了100亿新币的开支 用来升级排水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 第四章新加坡治水哲学 为何目标不是淋淹水 听到这些数字后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不直接追求绝对的淋淹水 答案在于现代化城市治水的重点 早已从完全避免洪水转向了可控洪水 这是一种理性务实的哲学 以降低影响而非试图与自然完全对抗 新加坡治水的目标是避免洪水波及到住宅区域 不发生大规模交通瘫痪 不造成人员伤亡 并且确保积水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排走 通过这样的逻辑 新加坡将洪水从灾难性事件 转化成了短暂的不便 这是国家级能力的体现 也是先进城市治理的现代逻辑 新加坡的案例告诉我们 追求绝对的淋淹水并不是最现实的目标 而是用最低的资源成本 把洪水的风险控制到 不会对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第五章基建与气候的长期较量 结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新加坡面对的挑战会随着时间而变得更加艰难 每一场暴雨每一次水患 都是对国家基建能力的一次检验 从基础排水网络的扩建到智慧系统的整合 再到工程创新和土地管理 新加坡的治水成果依靠的是 几十年来持续的投入和规划 如今这种持续性已经成为新加坡 抵御极端气候的核心竞争力 这不仅是当地的需要 更是所有人值得关注的全球案例 气候变化之下 每个国家都迟早会面临类似的压力 而新加坡的经验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启发 如果你对这一主题感兴趣 也想探讨更多像这样的新加坡基建故事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关注更多内容 一起探讨如何对抗气候威胁 守住未来